那时候 耶稣对民众和众门徒讲论说 或哉 你们经司和法利赛假善人 因为你们捐献十分之一的薄荷 回乡和食罗 却服侍了法律上最重要的公义 仁慈与信义 这些固然该做 那些也不可犯过 狭眼地想到 你们律出文朗 却吞下了骆驼 或哉 你们经司和法利赛假善人 因为你们洗擦杯盘的外面 里面却满是劫掠与贪欲 狭眼的法利赛人 你先因清洁杯的里面 好叫它外面也成为清洁的 这些固域帐不会保管 咱们将在为清洁焉